我想說一些對於我們幫助處理生命和侍奉 都是很有幫助的 我們每一個人處理的問題不同 我們每一個人面對的問題不同 當我們有不同的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覺得好像很困惑 不知怎麽算 某一個困難出現 或者我們幫人的時候 發覺他有不同的問題 每個人都不同的 那怎麽算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 其實每一個問題 第一有神的同在 第二有神給我們的智慧聰明 而放下我們的自我的擔心憂慮煩惱 是所有問題都可以處理的 譬如健康問題 我們要找出是什麽引致我們健康問題 譬如我們生活的習慣 我們的思想模式 我們的情緒模式 這些我們已經知道了 知道了一個問題在這裏 我們便去找出問題的來源 譬如有時候問題的來源是 我們內心不看錯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沒有照顧我們的健康 或者沒有照顧我們的情緒 他有根源的每一個問題 身體健康有問題 都可以有不同的原因 有時候人就是放縱 他不珍惜他的生命 他的生活方式不好 你找出這些 找出這件事的時候 你怎樣去拆解呢 其實有神的說話 告訴我們怎樣管理我們的生命 我們有用神給我們的智慧 譬如這個人不珍惜自己 那聖經怎樣說呢 聖經就說 我們生命很寶貴 神在我們生命有奇弱計劃 我們便問問自己 我是否相信這件事呢 我不是相信這件事 如果有個人不是相信這件事 那怎樣改變 當我們知道 原來我經常被家人罵 所以我覺得自己會否用 所以我不珍惜自己 因為我以前失敗過 所以我覺得自己會否用 所以我不珍惜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原因 當你知道不同的原因 你就拆解 以前我家人或某些人罵我 傷害我 以至我覺得自己會否用 那是否以後我沒有什麼用呢 是否以後我就沒有前路呢 那如果我們說 其實不是的 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神有計劃 神是勝過一切的 那我們便可以相信 神能夠這件事上幫我們 但是那個步驟如何處理 如何提升我們的自愛形象呢 就是我們可以每一天去 宣告一起來 耶穌在愛我的 耶穌在幫我的 耶穌在一起 耶穌在看錯我的 耶穌在關心我的 就是去相信聖經的應許 就是我們拆解了問題 在哪個來源 然後我們就求神 給我們指示我們當行的路 然後我們就去行 去行的時候有沒有改善 如果有一些改善 那我感謝神又繼續進步了 如果沒有改善 為什麼沒有改善呢 我們又找出一個原因 如果用計劃的方式 有一個叫Pie 即是蘋果Pie的Pie 這個一樣可以應用在處理生命的 它就是三個字 Pie P就是Pring 和Planning 祈禱和計劃 I就是Implementation 實行 E就是Evaluation 第一 我知道我有一個問題 我有自我形象 就是這樣 我知道這個問題 我祈禱和計劃 我如何提升我自我形象 因為聖經說了 我的生命很寶貴 但我不覺得自己很寶貴 我如何由不覺得自己很寶貴 提升到不覺得自己很寶貴 宣告聖經的話 神愛我的 神體重我的 神幫我的 神提升我的 就算我做得不好 不要緊 神都會接立 神會幫我的 即是用這些說話 一直宣告相信 不只是宣告 不只是口說 只是心裡面真的相信 我們要計劃 那我就走了 真的做 還有有什麼負面 說自己沒什麼用 我們就處理了 走 接著就評估了 我做了 有時最短的評估 可能做了十分鐘 一邊讚美神 耶穌愛我的 感謝耶穌 你女人我可以開心 可以平安 可以放下衝突 評估十分鐘之後 有沒有覺得平安 輕鬆 有信心 十分鐘之後 有些進步 有時十分鐘未必有進步 不過你已經覺得有進步 那就即是好消息了 那就繼續做下去 有些可能不是十分鐘知道結果 有時可能經過一天或幾天 覺得人已經起床了 開心了 又進步了 那我進步了 那我就可以繼續去 這個PIE是可以重複的 評估 咦 我發覺一被家人罵 我那個進度就減慢 或者退步了 我評估到因為我被人罵 我而受傷害 那我就祈禱和計劃了 那祈禱和計劃是怎樣的呢 那我不能夠改變我家人那百口 那我能夠改變我的心 我不給他影響 而且我可以改變 就是說我和他相處得更加柔和 不要激他 那就少點吵架 少點吵架 我的心就比較平安 而他就算說一些不好說話 我又不用放在心上 那我就有這個計劃了 然後我就走 走完又評估 咦 走了幾天 就算他罵完 我現在快了處理到了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怎樣進步 都是在乎我們用這個PIE 很有幫助 我自己一樣是用這個方法 例如我怎樣更加有平安喜樂 更加放下一些心急 怎樣更加有策略 就是做什麼我想做的 我就去祈禱和計劃 我怎樣能夠處理更加好的 然後就走出來 然後就評估了 評估之後又再 又再祈禱和計劃 又再進步 如果那件事始終覺得很好 那你就繼續走 就可以繼續走 但是你走一下又發覺 有時候又走不了 那你又評估為什麼走不了 無論是自我形象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生命改變 都是需要刻意的計劃 討告 走出來和評估 有很多人就沒有這三樣東西 很多人眼前有什麼就做什麼 眼前有什麼電池就看什麼電池 所以他沒有什麼計劃 他沒有想著我計劃什麼 沒有想著 可能有些事情會計劃 我要上班 一個很籠統的計劃 就是整個生命 這麼多事情 他只計劃一件事就是上班 所以有些人除了上班之外 沒有工作 他就回家看這件事 就浪費了時間 但是基督徒來說 整個生命 包括我們睡覺的習慣 包括我們內心的心態 對於自己的看法 處理和人溝通 處理負面的事情 處理困難 如何去服侍 如何去進步 如何去受訓練 如何去工作 如何是誰才是神合適的配偶 如何與配偶相處 基督徒來說 如果一個很有心的基督徒 就凡事都會有祈禱和計劃 他越是這樣的時 他整個生命都會好 但是是否每個基督徒都是這樣 未必 很多基督徒都說 他就是計劃什麼 上班 我上班 上班之後 那些東西就會隨意 當一個人沒有計劃 他就隨意 他走 也走 有電視看就看 沒有電視看就睡覺 沒有電視看就玩手機 找朋友 他就隨意了 他又沒有評估 很多人沒有評估 哪有評估呢 我最近做得怎樣 我有什麼進步 是沒有的 而這樣的時候 他的生命可以說 營養的詞就是糊塗 一輩子就是糊塗 一輩子就是糊塗 不知做什麼 就過了 那我又說一下我自己 我怎樣在生命中 我有多少事情要處理 我處理同神的關係 我最近的祈禱是怎樣 通不通呢 我處理我內心的情緒 有沒有受影響呢 有沒有壓力呢 我怎樣可以輕鬆呢 我處理我的 處理人的問題 我處理人的時候 我的處理方法是怎樣 我又想做得最好 怎樣的方法是有效 而和人的關係好的 我又處理和我太太的關係 和我岳父岳母的關係 我又處理用時間 我寫東西 和我將計劃什麼宣教 我可以說 和我運動 我運動 我運動除了我打歌 我在家裡運動 我做什麼呢 我拆牙呢 我又會砸馬 就是這樣拆牙 就是一種運動的方式 我珍惜那個時間 我這個時間 我不是只站著拆牙嗎 我會想起這個時間 我怎樣做得好些 總之我做什麼 我都會想起 怎樣做得好些 以至我整個生命 我有留意到什麼地方 需要去處理 我就會處理 例如有一個人 我想向他傳福音 我就會求神給我計劃 即是PIE 計劃 我怎樣向他傳福音 我試試走 走不通 那評估 我又怎樣再調教 去改變 我整個生命 我都會去處理計劃 走出來和評估 那時候 我是有目的 因為神給我們目的 我的目的是怎樣 我更加行神的路 將神的路走出來 全現走出來 亦都是我周圍的人 我都想幫大家走出來 這就是我 在神裏做人的心態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在你生命裏 我想大家現在思想一下 你會有多少樣東西 是有計劃、祈禱、問神的 有多少樣東西是有計劃、祈禱的 然後你會評估 我希望你們兩個兩個去談 談完後 就告訴我 你到底有多少樣東西 是有計劃、祈禱的 求問神如何處理 而你會找到一個方法 然後你會評估一下 看看有否有進步 有很多的難度 是甚麼呢 懶惰、隨意、糊塗 沒有想法、不肯做 有時候想完就不肯做 例如我上點但又沒有做到 那就是沒用 我想每晚都11點睡 但結果是2、3點睡 又沒有想為何 他想睡 不過待會又看這套電影 又和我聊聊天 搞到2、3點都會有事 有些人會這樣 這就是他沒有刻意走出來 有些人沒有刻意計劃和祈禱 尋求神 有些人沒有走出來 有些人走出來就沒有評估 到底我做出來 有時候人會做來做去 都是做同樣的事 而沒有評估 總是覺得我是對的 而聽到有些人有些意見 又不會接受 就是覺得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要評估 是否我們做的方法 是否一定是對的 是否必然是這樣的 有時候我們那個思想模式 想了是這樣的 就覺得一定是這樣的 我一定是這樣和人相處 我一定是這樣處理人的問題 我一定是這樣幫人的 我們就沒有去評估 所以在這一陣子 我就想大家去想一想 和你們兩個兩個去談一談 你在你的生命中有幾多東西 你是有評估和你覺得需要處理的 你又會去三樣 祈禱和計劃和實行 還有有評估的 就是你有做過的 而你又發覺有進步 即是那件事上有進步 這些可以由最少的 就算你回來聚會 都是一個計劃 即是我計劃了 即是我計劃了 星期日、星期日 星期日 我會回聚會 這樣 這個已經是一個計劃 不過這件事的計劃 就是 你翻定了 就沒有什麼進步 即是如果純粹翻 不過你翻完 怎樣進步 這個就是有進步 即是我回來怎樣投入 就是有進步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你心裡中總有些東西 是有計劃的 不過 很簡單 你們每個人起床都會拆牙 這也是有計劃的 不過這件事已經不用怎樣改善了 因為 因為你 是時常在做的 但有些東西是可以改善的 有什麼可以改善呢 這是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 有一位姐妹 她有這個心 想和她的女兒 每天都一起去聆修 親近神 在這個過程 她都走 發覺有時有些困難 比如有時要開會 有時早上退到晚上 也有時覺得自己 其實有兩樣的結果 一個就是 幫女兒和女兒一起做的事情 那個情況是好的 也有多做得到的 所以 走出來的評估 結果是有很多次做得到的 而另一個評估 就是女兒整個人 開心了 又漂亮了 又健康了 所以你的信心就多了 所以評估這件事是做得好的 你可以再評估 那到底有什麼空間 可以再進步呢 那你又再循環 又去祈禱計劃 然後再走 又再評估 其中一件事 當時你提出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 當你和女兒一起做 你就缺少了自己單獨做的時間 就變成少了這個時段 這就是 要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評估 可以這樣評估 我單獨的時間有什麼不同呢 當我和女兒一起做的時候 有什麼不同呢 你評估和計劃都可以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我怎樣能夠有時間 我自己也做 這是一個有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我怎樣和女兒一起做的時候 都可以做到我自己一個人做的那種效果 這就是兩種可能性 因為有時候不是一定 單獨聆收的確有它的重要性 因為你會沒有其他的騷擾聲音 不需要討論 你就專注 你可以很進入 這個的確是 兩個人一起做的時候 是比較難達到的那種 所以這就衡量了 我是怎樣的方法呢 或者去計劃 例如有一個方法 我再做一次 是我自己的 我和女兒一起看聖經祈禱 可能我就是祈禱了 就是我看聖經我可以做了 但是我自己一個單獨時間去祈禱和反思 這也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這就是計劃 然後再試試走出來看看能不能走 一種可能性就是 是兩個人一起 不過你在那個時段 有時候不是帶領人 你自己單獨進入 那你做不做得到呢 你做不到呢 那你就要另外一個時段 其實這個好例子就是 當你的過程 你自己本身也有一個評估 評估了之後 我們就會進步 同樣呢 我們除了這些事的評估 我們主要評估我們的生命 就是我們整個人的生命有沒有評估 我們現在和以前比較是怎樣 這也是需要我們繼續評估的 我們才能夠進步 作詞・作曲 初音樂